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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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然 诸葛亮世时 诸葛瞻不过八岁 其后为刘禅世若子之 嫁以爱女 并无过人功绩才干 仍一路着生 三十四岁为魏将军路上舒适 执掌朝政大权 还不足以说明 刘禅对其相赋的深知感情 属汉魏将军朱葛瞻不妨对比一下 那个被霍光从平民扶上天子之位的汉宣帝刘并仪 是怎么玩弄正伯特段故纪 足灭或是满门的 再对比一下那个口口声声 只看顾先生子孙变了的万力帝朱一军 短短一年后 又是怎么对他的张先生家人的 无怪三国至极解忠 对比唐位元成仆妃之祸 明章太阅极美之惨 在他流产果断肃杀李淼 禁止任何人匪帮非议诸葛亮一事 是后主之嫌 于是忽不可及 确实 自古君臣相处 缠特生心 成奸构心 元戏寻常 又主和摄政 辅征大臣相处 见书生怒 立正行诸 不待死肉寒而军心早变 亦是寻常之事 后世多少应好人解 要么终身悠产未及伺候雄才之主 要么被不自量力的梁宝之君 毁去半生失业身后英明 何曾有幸能遇到一个刘阿斗 即以有名三百年为例 从于庭仪到王守仁的张太阅 这些千古英杰若换了刘禅来做他们的皇帝 又何仇不得生前身后令云得宝 权始权终 PS 于先张居正身后境遇自不必言 众所皆知 而杨明先生顾后 嘉靖帝诸后聪追论他所谓善离职守罪 大臣王顾应有的续典都被消夺 之前获得的爵位 也被停止世袭 王学被朝廷当作伪学协说 封杀了几十年 直到诸后聪死后才得以平反 而所谓刘禅怀恨崽心 禁止给诸葛让立庙说 同样也是夸张恶传 而所谓刘禅怀恨在心 禁止给诸葛亮立庙说 同样也是不懂历史者夸张恶传 其秦非孝圣人荡灭典礼 勿尊君被臣 于是 天子之外无敢迎宗庙者 秦汉礼制为天子可立庙 本无臣子单独 立庙之理 有功大臣只能配向帝王的太庙 这是国家制度 从无例外 无论开国之萧和 张良 开疆之魏清 获取病 忠兴之邓宇 吴汉 都不可能被单独立庙 书葛亮故后 因为他实际未君主十一年 各地臣民纷纷上书 要求在国都成都给诸葛亮立庙一事 被朝堂以此为备理之拒绝 原是正理 执掌中书的蒋满费一等人 皆是诸葛亮故里 亦秉承诸葛亮公而无私的执政思想 就算流禅般有此心 也必被群臣监阻 而此后数十年 蜀中百姓自发思思诸葛亮不断 所谓百姓相计 荣宜也似 朝廷一同不加任何禁止 直到习龙和像冲提出了一个的变通办法 即改立庙与距离诸葛亮目的不远能勉扬 尽顺民心 存得念功 又重正理 流禅从其意 其实 此举依旧违背理智 流禅肯为诸葛亮开此先例 亦算难得不易 帝王破例给臣子立庙 千年来就出了流禅对诸葛亮这么一 回 北宋时还专门有人批判流禅这样是为私情破坏理智 大大不对 可笑到了现代 居然有人反过来 竟以为这是流禅怀恨诸葛亮的表现 这都是不懂两汉制度的人才闹出的笑话 汉中武侯庙在看流禅其后任用为路上舒适的几人 蒋满费一是孔明林中推荐的继承者 姜伟是诸葛亮传授兵法的学生 诸葛詹是诸葛亮的幼子 诸葛丞相虽逝去三十年 在属汉朝堂的余音和影响力 却一如始终 刘备托估流禅于诸葛亮 但诸葛亮不曾托估流禅于其他任何人 相反 流禅才是诸葛亮认可的自己和刘备事业的第一继承人 而蒋满费一也好 将为诸葛詹也罢 他们皆是诸葛亮托付给流禅的臣子 诸葛亮事后 流禅便费属汉丞相依旨 同样亦是因为对相互的无上敬意 丞相本非东汉制度 皆是因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众而特别设置 孔明故去 流禅废之 目的就是让诸葛亮成为蜀汉 政权制始至终的唯一丞相 此后 其他任何人皆不配与孔明相提并论 可以类比现在许多球队 唯本对功勋而退意求一号码 唯军起资本武 明锐赌城 受以脱孤 匡府镇弓 忌绝行威 至存净乱 圆整六师 无碎不争 神武赫然 威震八荒 相见书公乌记汉 参医 周知俱勋 如何不掉 身临垂刻 够极远丧 镇用伤道 甘心弱烈 夫同德续功 既行命事 所以 光昭将来 堪歹不朽 亲时使持杰左中郎将杜琼 赠君丞相武相侯应授 弑君为中武侯 魂门有灵 家资宠荣 呜呼哀呆 呜呼哀呆 流禅到诸葛亮照 注意赠君丞相武相侯应授这句 诸葛亮生前及丞相 何必死后再封 就是为让丞相依止与诸葛亮皆归尘土 而军非诸如分权先至蒋 废之类过度戒毒 蒋满废一 本非建国原从 义武军权 主持人